最後一個題目 其實就是仿造學徹底 學徹底就是拿的是鍊球 甩的是一個罐子 然後呢 他就問了一些問題 學徹問的是他那個切線飛出的方向 就是第三題 他就問你啊 在A的速度 然後在A的加速度 然後在運到A的時候突然斷列往哪邊跑 往哪邊 就這樣 速度 我們前面都教過了 速度的方向 加速度的方向就是受力方向 就是向心力 然後呢 會散過膠切線飛出什麼什麼之類的 OK 好 帥哥美女 應該要找個女生是嗎 還是女生嗎 女生還是男生 男生 男生 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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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你把布不知道 我就真的不知道啊 圖上面顯示 圖上面顯示它是順時中轉 然後跟你講過了 圓周運動 他的順時速度方向都是切線方向 所以A的切線 順時中切出去上哪邊 右邊 右邊 所以呢 答案就向右 第二個問題就要問他的加速度方向 已經真的上哪邊 剛才已經alu IF 強烈的 告訴你答案 沒有用用 它的加速度方向 就是受力方向 力的方向 跟加速度同方向 他的力就是所謂的向心力 所以他的加速度方向是向哪裡 這個加速度方向是向哪裡 这我刚才已经是强烈的暗示你答案 No.1 上下左右或者是箭头朝哪里 左边 你的原心是右边哦 你跟我讲向原心 你跟我讲向右 向下 你讲向原心不算错 因为向心力永远都指向原心 然后它的加速度方向就是它的受力方向就是向心力方向 所以它的原心是向下面 指向原心 说过了 加速度方向就是受力方向 圆周运动受向心力 向心力永远都指向原心 最后一个是跟斜策题差不多的题目 就是练球就是放手 它是断练 意思一样 请问 物体会朝哪个方向运动 物体朝哪个方向运动 对 对 右边 是 重心该说什么 明白没有三 七号 三十五号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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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當向心力消失的時候 東西要沿切線 飛出 A的切線順時中轉 要看他怎麼轉啊 所以切向下 右邊 所以向右運動 學設定就是跟這個差不多 所以就跟這個差不多 問你往哪邊飛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請學課要練習